中国医院在线严重雪荒 据媒体1月5日的报道 随着中共病毒感染和疫苗灾难爆发的影响 中国不仅出现了买药难 买必备物资难 并且因医院重症人员的手术用血需求暴增 多个城市在闹雪荒 据悉多地血库告急 各级医院库存告庆 大城市尤为严峻 北京市通州区中心雪站公布的数据显示 通州区去年12月15日至12月22日 一周的采雪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大幅下降70% 2022年12月以来 由于雪月中心出现雪荒的情况 山东 甘肃 湘西等地发出红色预警 这意味着血库总量 只能维持所在地医疗机构不足三天的用血消耗量 在部分地区临床血液供应出现严重缺口 去年12月26日呼和浩特市政府发布血液库存告急 请您伸出援手的公告 显示该市平均每天至少需要约200人献血 才能满足临床用血需求 而当前街头无偿献血人数急剧下降 团体献血活动被迫停滞 血液库存全面告急 一旦发生产妇大出血 外伤 血液病 及极为重症等手术大量用血的病例 随时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安全 血液库存全面告急